走掌為什麼收腳快落腳慢 走掌他告訴你要收腳快落腳慢 因為當我在走的時候 我們現在走都是在平衡的情況下走 是不是這樣子 你這樣走是在平衡的情況下走 可是真正要練的時候 是在從這裡收腳快落腳在這裡 在這裡要練的是在這裡 這條腿往前移在空中的時候 我在這邊是平衡的 是不是 當我的腿往前鬆落的時候 在這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 要練的是這邊 看不懂 這個更難 所以這樣子你能走幾圈 所以收腳快落腳慢 他為什麼會平起平落 就因為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練拳都是這個樣子 太極拳練成泰的那個杜育哲 杜育哲你們去看他練成泰的 練的架子相當好 他在外面交拳跟練拳都是很漂亮 架子很漂亮很穩嗎 他的徒弟跟我說 他的徒弟跟我說 他在家裡練拳 他自己練的時候 他們看他每次上步都好像要摔倒一樣 他們認為說是他年紀大了 要摔倒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上個步 懂得嗎 你要上一個步 我在這個地方 比方講我在這個地方 我要上這個步了 現在求平穩都是什麼 先上腳 然後再推過來 這是穩 但不然是這樣子就過來 不是的 跟我們走掌一樣 是在這個地方 我要上這個步了 是提腿走 是拉住腿 重心慢慢從平衡 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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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下平衡 是要練不平衡的那一段 不是要練平衡的那個練 懂得嗎 道點都是平平衡的 那個是開始練 你練價值 練結構 可是你真正要練的是 在不平衡的那一段的時候 你的價值跟結構還是要在 那個難啊 真正在練的是練那個 是練那個 那懂嗎 真正練內加拳 要這樣子練 所以不好看 不好看很慢很累 很累 你們試試看那個公布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是先從馬步 好好控告